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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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 是BMW F10 這一個五系列的世代 算是它的動力輸出 非常非常多的版本 那這款車其實 外匯的話或者是國外 它有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這款車是這台是528 今天要介紹的車款 是二區的版本 那它的前面懸吊 跟前一個世代叫E60 前面的懸吊系統已經不同了 F10跟最新的G30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 已經都是一個更進化的 雙A倍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我們背景還在陸續施工當中 所以會比較吵一點點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這個的話還有一個F10 動力最大的版本叫M5 所以它的動力 從520到M5的話 區分的一個等級呢 非常非常多 那這個上座 它是做一個模孔的設計 改成KT之後 我們會附一個螺絲 還有螺帽 所以設計上會不太一樣 但整體上的固定方式 都是一樣的 都是穿過來之後再鎖附 這個是原廠的螺絲 它所附的樣子是這樣子 這一台車F10 前面上座跟後方 KT的話都有附上座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來源用 這個看起來 其實它上座很單純 因為它不是賣花繩 不用附著 沒有軸承嘛 可是它一樣有壽命的 這個是有一個壽命 有一個損壞的比較嚴重 應該是這個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這個整個已經都斜掉 所以這個上座已經掛掉了 拍得出來斜度嗎 這個避震器是直的 可是這個上座已經變成是斜的 這個上座的橡皮 可能已經老化了 所以有變形 所以它後方的懸吊系統 也是一個多連桿 雙A貝的懸吊系統 幾乎都是已經是頂天的了 最棒的一個懸吊 這個世代叫F10 彈簧的部分 前面的話 KT的配置是配置12公斤 後方的話 一般版本 我們配置的是6公斤 那如果要舒適一點 也有辦法配到5公斤 所以這個是後方 後方的一個結構設計 這個比較特別 一般來說 這個鐵套或者是軸套 是做一顆螺絲 可是這個的軸套它比較特別 因為它要框住 後方的下支壁 它是含住的 它的 如果沒有做這個圖遠的話 它的力道 避震器的力道 只有辦法全部由螺絲來承受 所以螺絲就比較容易會壞掉 那如果做這個砍 它需要砍住它的後方的後下支壁 所以它的安全性才會比較高 這個一定要 務必要把它做出來 在160也有這個設計 不對 160更早的139都有這樣的設計 KT都有照這樣的設計 那這裡的話可以看到一個 原廠這個零件已經壞掉了 這個叫一般來說 我們叫饅頭 它是一個發泡的材質 它久了之後都會粉化會水解 所以這個零件久了之後 它粉化水解之後 熟心遇到大坑洞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會觸底 就會加速避震器的劣化 所以這個都是很正常的消耗品 要先介紹前面嗎? 好 那我們來介紹 安裝好的KT的前面避震器 這個是四缸2.0升的渦輪引擎 這款的話是2013年的 這個是四缸 然後渦輪引擎 這個的話雙A懸吊 所以它有上座的設計 上座的話就三顆螺絲 本來上座的話是做一個母孔 改成KT之後就改成公孔 這台車要調整阻尼也很方便喔 從這個地方做軟硬的調整 往順時針的話 往這個方向順時針喔 來 這裡有一個H的箭頭 這個這樣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 可以來做調整 這個是528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前面是雙A懸吊 其實像這樣子中高檔的房車喔 它的底盤懸吊 其實又加上是BMW 雙幣的話其實對這些結構 跟零件的用料啊 其實都相當的不錯喔 像這個的話 雙子這個直幣 都一律是用鋁合金的材料 那這個避震器要拆裝的時候 還蠻簡單啦 我們需要把這個上直幣 這個螺絲把它拆掉之後 那避震器上面跟下方 這個好這個還有離窄串 離窄串的鎖點拆掉之後 就能夠拆卸下來 所以前面的拆裝還蠻簡單的 那像這款車13年 到現在車0年大概7年了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 有幾個重點需要特別注意 像是VH的車系 奧迪的奧迪的它的A4 或者是A6前面的話 也都是雙A懸吊 這個橡皮 這個支幣的橡皮 還有這個球頭機構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消耗品 所以這個在拆裝的時候 都會請技師 特別注意一下 NOK的油封來 NOK的油封來 所以要直播油封 我們師傅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一個用料 其實都相當的不錯 還有的其實是說 跟朋友 跟各位那個車友們會說 我們是用NOK的油封 但是是漁木混沖 因為油封的話 其實是裝在避震器裡面 那車友們 如果我們是黑心的廠商 告訴大家是用NOK 實際上不是用NOK 各位大家也看不太出來 但是我們真的是剛好零件送到了 所以要拿來給我秀 拿進去了 大家還在期待 你的NOK拿一包來一下 那待會 因為我們NOK也沒有上過鏡頭 所以讓大家 因為有很多的不是工業界的朋友 所以不曉得什麼品牌 到底是什麼那麼厲害 叫NOK 這個是歐系車 這個是歐系車 所以可能如果對這台車 比較了解的 大家會知道的品牌 可能是貝士登 可能是KW 或者是其他比較歐洲知名的品牌 Olinx 但是日本改裝避震器的大廠 TING 綠色的TEIN 它所使用的油封 也就跟KT一樣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在後面 好 來 鏡頭不要緊張 好了 要怎麼這麼動 來 這個就是 日本剛好貨送到了 這個都是日本直送的 日本NOK的油封 它的LOGO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對這個東西 比較不了解 所以我們可以 打上NOK Olinx 或者是打上NOK的POPKIN 就可以知道這個東西的厲害 好 來 兄弟 好 那個是 主尼油我要搬一桶出來嗎 不用了 好 好 我們的主尼油是使用義大利 它是一個大概200L 200公斤左右 它是從義大利進口IP的主尼油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但是就是單價特別高了一點 如果廠商有看到記得要算KT便宜一點 好 有問題 請問改大捲彈簧可以兼顧熱血嗎 大捲彈簧 如果以這台車的話 其實剛剛看到這台車原廠的避震器 它的前面跟後面幾乎都是基進直捲式的彈簧 所以大捲的彈簧跟直捲彈簧 還是得要看在用在什麼樣的懸吊 用在什麼樣的車種 譬如說有一個雙A懸吊 最受到到現在為止都20年了 還是很受到車友們歡迎 CIVIC HONDA CIVIC的K6 K8 這個的話它原廠一樣是雙A懸吊 可是它的彈簧一樣是用直捲彈簧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休旅車的話 那可能前面的話我們就會推薦用燈籠狀的大捲彈簧 還有問題嗎 有一個人說搬一桶 我們還沒看過幾乎 搬一桶喔 來來來來 你來KT 我來搬一桶來給你看 那盤不上當 那個一桶大概200公斤 但是在我們的工廠門口的話 有很多的IP的廢油桶 可以看到廢油桶 實際有填充的 搬不動沒辦法 iX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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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我不曉得這台車 國外會稱iX45或者是Centafree Centafree的話 後方的彈簧 後方的彈簧我們是打8公斤專用的規格 前方的話 其實它的彈簧規格也可以 因為Centafree的話 後來也是算是 我們後來也有設計變更過 比較早期的話應該是打8公斤的彈簧 但是它前方的話 如果主力加重的時候 也適合配上一個燈籠狀 7公斤的彈簧 會更舒適一點點 這個是Centafree嘛對不對 還有問題嗎 沒有 那我們來繼續介紹F10 所以這一款車 它前面的懸吊系統是 雙A倍的 那它的避震器結構算簡單 所以要調整車高 這台車前面跟後面很簡單 只要把避震器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其實這款車它的車高也還蠻低的 大概只有身後方的話 我記得大概三指幅左右 但今天也要降低一點點 比原廠的車高 降低一指幅 大概16-15mm左右 那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調完車高之後 把這個托盤 記得把它敲緊就好了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 它的避震器是在後座 後座的後上方 不然這個戴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好像少燈 它的避震器是在後座 那後座這裡有一個試蓋 試蓋打開之後 這裡有一個喇叭 這個喇叭是鎖三顆螺絲 這個喇叭 這個喇叭拆開之後 就能摸得到避震器的上部結構了 所以要拆避震器 要調整阻尼 都是從這個地方 會逆光嗎 不會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調整完畢之後 再把它蓋上去 就OK了 那再來換下面 這個插頭其實不用拆掉 因為我們剛好也要換後方的來令片 來令片都摸光了 這個跟Ginley一樣 超節儉的 都摸到全光了 所以今天除了要幫車友換來令片之外 那今天的工作就是避震器 這個避震器它結構很簡單吧 就是一個彈簧跟電氣一體的結構 那後方的話 6公斤5公斤 所以這台車都還可以 都還可以 那這一個 這個 這個換後面來令片的時候 因為它的後方是電子手煞車 所以需要把這個插頭 先扒開之後 再來換來令片 那這個畢竟它的中 也都是高檔房車的嘛 所以它的盤進都是加大 而且中心骨 這個也是為了要輕量化 這個做成鋁核心的材質 OK 那就 今天好像介紹完畢了 好吧 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 沒有 好 這一款車是BMW的F10 528 那如果車友們 像今天早上有一台 今天早上試乘是什麼車 福斯的 不對不對 是PASA PASA的話 所以昨天的話也有奧德賽 Honda的奧德賽 今天的話也有福斯的PASA 我們其實都有比較接近的車款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像今天的PASA 來介紹來試乘的車款 我們就安排Golf 像昨天的奧德賽的話 可能就會安排其他的日系車 像Camory之類的 我們場裡面沒有奧德賽 所以就會安排乘坐感覺 比較相近的車種 來給車友們來試乘 試乘之後 這兩台車也都有預約下個禮拜要安裝了 所以很希望 車友們如果覺得 對KT的產品有興趣 可以持續關注我們的頻道 那如果覺得想要來試乘看看的話 都非常非常的歡迎 因為避震器的話 用詢問的 或者是在家族上詢問的話 其實每一個人想要的感覺 並不太一樣 那最客觀的比較方式就是來試乘 所以如果有需要試乘 有任何問題 都很歡迎跟KT的小便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